好 今天民建聯是我們第二次的瑞霜天下的工作坊 亦都是青年篇 今天的主題是教育與培訓 其實議會者都是很充分的討論 總體來說 我們議會者都表達以下幾點的觀察和要求 第一就是在全球一體化下 家長 學生對於大專教育是有非常恩切的期望 學生希望自己接受大專教育 希望在社會裏面可以提高競爭力 家長亦都期望子女能夠入讀大學 所以這方面民建聯和政府應該要看到這個恩切的期望 第二就是如果以今年為例 其實考獲3322的學生是有24000到25000的 我們掌握資料就是現在有的大專學額 是不足以滿足現在考獲3322的學生的需求的 這一點其實議會者都希望 也都要求民建聯和政府都可以密切去留意 如何在接下來的時間可以進一步提供更多的學額 而滿足學生的需求 特別是考獲最低入學資格的學生的需求 第三就是自資院校 因為今天出席的都很多自資院校的校長 以及過去都有參與自資院校營運的朋友 他們都表述對於自資院校經營的困難 其實過去民建聯對於現在大專資助形式兩極化 都有提過動議的 我們都很明白自資院校在現在經營模式 確實非常難和政府資助的學校競爭 我們接下來會進一步研究 如何向特區政府建議 希望可以增加對自資院校的資助 讓到自資院校的課程 是可以具競爭力和更切合社會需要 亦都有質素的 最後就是職業教育和培訓 其實議會者都希望可以做到 社會上有一個觀念的改變 就是讀職業教育的同學 不應該被認為是低於入到大學的同學 又或者職業教育不應該是大學教育的次選 因為職業教育在社會發展裏同樣重要 這件事當然要涉及到很大層面的工作 接下來都希望仔細研究 至於大家都提到生涯規劃的撥款 和生涯規劃的推展都是一個很好的途徑 去讓到青年人和家長了解到青年人的發展 不應該只於進入大學一個途徑 那議會者都希望生涯規劃的撥款是可以持續 也都關心到生涯規劃的落實 是希望可以更廣泛的 包括合理地引渡或者是引渡家長和學生 甚至希望僱主多些參與 以讓他們了解是社會上 其實香港的發展是多元的 那我今天的工作坊的總結就到這裏了 好 今天不好意思了 多謝大家 那你再講一下事情 對於有學生衝進去會議廳上面 我們是表示極度的痛心的 因為很明白學生是關心這件事 學生也都有表達意見的自由 也都有言論的自由 但是我相信昨天衝進會議廳 甚至是令到有部份委員跌低 甚至是包圍著一些成員 讓他們不能夠離開 這些都是超出了理性表達的一個範圍 我相信廣大市民都不希望見到我們學生 是用這種方式去令到與會者 是感到有威脅的 因為與會者其實同樣地都有言論自由 他都有他自己可能對事件的不同立場 我們期望校務委員會 都可以按照他們的程序去作出決定 要尊重學生和成員 以至其他持份者的意見 但就著其實之前的一個 陳文文的任命就是 因為檢討報告要先等 這次就說要等首副 那你覺得廣大 其實校委會這次的決定 是否一拖再拖呢 我是尊重校委會的決定 因為我相信他考慮的因素是比較多 因為任命一個副校長都是重要的事 亦都可能有其他的因素他需要考慮 總體來說 我希望校務委員會都可以適時作出決定 那剛才那個會議裡面有沒有談到這件事 有沒有談到這件事 請問他有任何評論 在HKU嗎 基本上,我們不能接觸 那類型的行動 我們明白 學生有很多意見 或是有很多意見 或是有很多意見 但他們應該不會使用這類型的方式 去停止聚會 或是禁止合員們 離聚會 我們相信 我們不願意見 我們的學生 行為這樣 好,多謝大家